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今天10月5號禮拜二 現在是12點25分 剛剛維修更新完25分鐘 應該不只三十幾分鐘 因為通常12點開機都會提早開 昨天10月12號禮拜一 我沒有玩遊戲 因為我用放大鏡收集陽光讓紫燃燒 這個實驗讓我的眼睛灼傷了 昨天眼睛很不舒服沒辦法玩 現在也是很不舒服 但是還是要努力睜開眼睛來開箱一下 好那今天新出的福袋叫做狂龍魂浴包 這個福袋就會讓我們想到了 狂龍之職這一位老朋友 玉蘭 裡面的話有萬分之二職有這個祥龍 然後萬分之二職有這個泛城魂浴 萬分之二職有這個提兵戶 然後萬分之二職有這個狂懶 但是我覺得這四個道具的價值都不是特別高啊 應該說沒有什麼價 就是價值大概一兩千斤 但機率又那麼低 所以我建議這次的福袋應該是可以不用抽 好那這個是同志馬咒 機率千分之一 同志馬生甲機率千分之五 同志馬生甲機率千分之五 然後天涯槽 然後迷你像 迷你像的話體力加蠻多的 然後因子魂浴 然後這一話這個紫禁數碼 紫禁數碼的話會大出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趁這段期間 我們來搞這個收集測 好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諸葛 臥龍 琴火神 所以代表說就是這個禮拜 這個加持活動 機率的話會提高5% 好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搞這段時間 好重裝備喔 那今天的話有新出一些覺醒化神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橘色的 橘色的喔 姜維 姜維 把這個比較模式給他關掉 姜維的話是伏雷光陣 我們來看一下巡行人三階的 負能三到底怎麼樣 條件如何 來巡行人三階負能三的話 內衣加持三以上 啟動這些功能 然後額外效果一的話 這個是重點啦 智力600以上 然後伏雷光陣基礎位率變少 欸變少 欸不過 不過阿他的作用次數加三次喔 加三次 實際效果如何就不清楚喔 還是要看別人去展示的 然後額外效果二的話 需要短兵加16 哇現在門檻的那麼高 好短兵加16 那基礎位率提高 好倍率也提高 那這個司法時間會變長 加0.33秒 好 還有另外一隻喔 看一下喔 另外一隻的話 是什麼類 中 中線 是中線吧 好這個是陰陽命遠的 好看一下好了 門檻會不會很高 門檻的話 我看一下不會很高 好重兵加15 所以這個是屬於普通的橘色 我看一下 作用次數加一次 欸 所以陰陽命遠的話可以打兩次喔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蠻有搞同喔 可以搞上看 還有另外一隻化身 我找一下喔 另外一隻化身 你大概看一下 另外一隻化身是 魚極的地獄之門 魚極在哪裡啊 怎麼消失了 魚極 好看到了 看一下地獄之門 到底如何好了 會不會門檻也非常的高 我覺得應該是很高啊 那他 他原本的話 欸等一下 好詳細詳細詳細 覺醒三接負能三 原本的話 我不知道怎麼樣 因為我不是方式 地獄之門的話 這個 覺醒三接負能三的話 攻擊次數變4次啊 是不是有增加 好像有增加喔 基礎位率也增加不少喔 那額外效果 1的話 智力600以上 然後基礎位增加 倍率也增加 那這個 轉換體力的效果 多5% 然後額外效果 2的話是短兵加16以上 欸 所以地獄之門 是要拿短兵欸 不是拿重兵欸 哇 各位朋友你們要記住啊 這個方式的朋友要記住 要拿短兵 然後地獄之門的話 其實我會增加 然後 這個倍率也提高嘛 司法時間變短 司法時間變短 短了0.5秒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 蠻有搞頭的喔 不過就是記得要短兵就是喔 現在加16短兵很缺啊 很缺 好解需要 軍師方式也需要 好今天的話還有更新什麼內容 我看一下喔 今天的話 這個啊 這個 這個戰役歷程的話 我分開顯示了 好這個戰役歷程 好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喔 以前的話 國戰 好跟在那個PP地圖混在一起嘛 那現在的話分開了喔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齁 什麼時候是被國戰打趴 什麼時候是在被PPP地圖打趴的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 記得齁 可以更新頭像 可以更新頭像 語言也可以用了 好應該就這些吧 應該也沒有什麼內容了 好吧 那我繼續工作 各位朋友玩得愉快 掰掰